大家好我是Paylo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第一个没跟Paylor一起赚 今天跟大家讲 市场上几个新项目 这项目有些已经发售了 有些还没发售 我们来看看这项目长怎么样 我们要开始吧 第一个请大家来到我们的推特 大家知道推的是重要的 推的完再次discord discord完才是YouTube 我们推的这边在举办 FROX NFT的活动 请大家来这边分转发 订阅转发 还有这个Tag其他的好朋友 我们这边就是会发出 不错的这个FROX NFT 那第二个我们在刚才早上的话 在 MegaCon这边我们也做了开图直播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 我们这集放在这边 我们也让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们这一集来做 在FROX NFT的抽奖 大家在这边留言 留很棒的留言 我们就会送出NFT FROX NFT的 拌名单 如果来到Dominidetic 我们看到昨天其实不错 我昨天有一根 昨天的价格应该回来 因为毕竟Azuki整个带头领涨 Azuki开始反攻之后 所有的后面 你看无聊猴和其他不同的一些项目 价格跟量都慢慢上来 昨天也到7900多万 我们看使用者的话 使用者这边 昨天在4月13号 我们4月13号差不多有 3万4千多人 那比4月12 11 12是稍微 要回暖了 4月13号3万4千多人 我们来看 Fruit Finance Fruit Finance 看到整个来说 还不错 绿色这个由D往上走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 Number of Increasing Floor 这大部分的项目 慢慢慢慢的价格往上走 然后 这个深紫色 Number of Increasing Volume 价格还在 Number of Decrease Listing 大家不太愿意卖 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 稍微还不错 稍微有一个回暖的迹象 你看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Azuki涨完后涨什么 无聊猴 你看Million这边涨到 26.98 涨了2% Azuki一直持续在昨天的高位 28 然后这Boreb变种 刚才是变种26 Boreb的话现在是109.5 Clone X Doodle这一波跟上来了 Doodle之前大概是13 14左右 Doodle这一波跟上来 涨到12 12.8 9%增加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 Go3Go BAKC 还有Cyber Broker 有些项目的话 两根价持续上扬 今天跟大家讲 哇 Kaiju King 快一个Eat Kaiju King 一个Eat 我觉得Babys 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 Kalafuro 2.6 有些很棒的项目 这很棒的项目 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时候回挡的时候 一定千万要记住 有机会不要放过 我觉得很好项目 大家一定要看着 你看甚至就Cyber Cyber Con 之前到4个Eat NFTROW NFTROW也回挡 NFTROW回到8个Eat 我觉得NFTROW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关注 你看我们昨天跟大家讲到这根 我昨天跟大家post 我发 Twitter的时候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开始起涨了 就这根 昨天我跟大家发的时候 是这根 有没有 大家有兴趣看 昨天我在Twitter Twitter这边跟大家讲说 我们开始涨了 市场开始动了 昨天晚上 17个小时之前 Here we go 一根往上走 正式启动 我就跟大家讲 就这根 正式启动 一启动之后 对不起不会再回了 这根 这里只要一突破 这里只要突破 就是这样子 突破一直往上走了 一直往上走了 这边可能还会有一点 这边 这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 这边 一二三 这边上去之后 这边可能会回档 这可能会回档 会在这边盘一下 总的还是往上走 所以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 现在大家如果手上已经有 Appcoin的话 其实不错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等大家 大家等一下吧 等到回到大概12 我觉得他有机会再回来 重新测试12.3 有机会 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来看 日线的话 日线这边其实是 第二天 如果你说要起涨 应该是从昨天这边 开始算起涨 我会把这里当成12 这边12 这其实这根就已经算了 这根就已经算起涨了 如果你要从算这里 其实11.5 11.5这一根两根 其实零星两天 如果你看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我应该跟大家讲 大概是12点 这边确认的话 大概是 8点到12点就确认了 这里 这根其实就已经确认了 22号 看45分钟图 45分钟图 我之前跟大家讲 最后的进场点 其实这里跟这边 那大家到这里 如果往上拉回 都是买点 这个往上拉回 都是买点 我觉得 但是现在我觉得 大家现在先别急 这个都是一定是会这样子碰 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里有可能 有可能会跌破 但我会跌破的话 还是看这条 如果跌破 看有没有机会 碰到这里 这边12左右 看这边有没有机会 我不晓得 这看看 因为他后面 在就已经4月中了 估计4月底 无聊猴的周年 其实是4月二几号 那我相信无聊猴 周年庆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宣布 The other side 或the other side 开始了 那所有的币 开始飙 然后所有的币 开始大家可以去买币 然后这个时候只要币出来 下一波往上冲 无聊猴 大家这边千万不要放过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 我在推特上看到 我觉得很不错 大家如果看过这个XOXO 这个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其实就是这个 You heard that 还有这个Maya 他们是一对夫妇 那这个画家 其实很有名 他最早就是画一些 很多他跟他太太之间的 一些 他跟他太太之间的生活 然后他把它画成 一个漫画 这个就是他自己本身 他本身就是一个漫画家 画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 比如说太太看到蟑螂 就会跳到他身上 那他们两个没有办法 一起洗澡冲凉 因为太太 他太太冲凉的时候 那个水是用超热的温度 然后有一些很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 我蛮喜欢这个 这个画家的 你看 webcomic creator 所以就他们两个 他们现在似乎要自己出NFT了 我觉得这边 大家最多的关注一下 就是XOXO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原创的 就是原创画家 你看全部他跟他太太之间 的一些画作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你看他就是画一些 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作品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关注 好不好 那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Yotu Yahuda Yota 那还有他太太 Maya 这两个 他们两个就通通都是 这个project 的founder 再来第二个跟他讲 这Koseki 这坏世界 Koseki这其实出来一阵子了 你看他现在19000多人 Discord里面 Discord里面也蛮多东西的 你看 他又是这个 像元宇宙 里面都拿武士刀 他刀拿蛮多的 他刀种类很多 而他又有宠物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 也蛮有趣的 你看 大家现在看到蛮多 这种二次元元宇宙 然后武士 其实拿刀剑的 我觉得这个他 你看这是忍者 我觉得这还有一波 我觉得这一波做的好的 其实还是可以 你看他甚至这边 4月10号 一个flash give away 他这项目出来 其实一下子 不是太久 他还蛮多蛮多 就是跟人家说 co-branding的 他后面 我觉得他后面 这个business development 他整个 我想他最早 是什么时候 4月初 这个项目其实4月初就出来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 这样的项目 因为BG市场上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在 就是东 东洋二次元 那这个区块还是在 还是火的 如果 可能你做得好 设计师做得好 各方面 我觉得还是不错 另外一个就是mega cake 这个elite NFT society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从我们自己的alpha group 面出来的 那你看他这边 其实三个小时之前 review 他这下已经命了 他之前我朋友跟我讲说 这个东西大家去注意一下 我跟大家讲 他现在在市场上 其实已经开出这个盘来 叫大家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大家可以等review 他现在 他跟Pirate of the Caribbean 有一些合作 我跟大家讲说 不要去追 你看他的网站 Mega cake elite NFT society What is the Meta cake 他看他讲什么 The skull corner of internet the fight of justice the standard of the Meta cake 我有这种东洋 二次元骑士 二次元武士 很多武器 然后有机器 然后有不同的元素 火水 电 不同元素 Phase one Genesis release 3000个 我觉得3000还不错 而且他是1500个 没有1500个 female Launch on March Phase two story开始 Tim 看一下这个Tim 点不进去 点不进去 这个感觉有点像是 我们华人的团队 这个应该是华人的团队 你看这个Zen4 这个Zap 这个Yau Yau这是华人的名字 Moon Artists 这个应该是华人的团队 但我觉得这个大家也是可以关注 他目前为止 他的这个是价格是0.238 我觉得0.238也还可以 重点是大家不要这个之后继续追 大家等他reveal 你看这个是买在 这个是买在0.39 买在0.396天前 然后卖在0.238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还会还会回 大家不要去追 等开图 开图的时候 如果觉得项目还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蛮有意思的 今天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市场上整个环境 还有一个大环大方向 甚至AppCoin的话 前两天跟大家讲说正式启动 那这个启动之后 我们要怎么来应对 我们不要特别是13 14不要去追 等他有没有机会再回 在12左右 大家有机会再持续进场 那App的这块地的话 肯定是4月份一定会发的 只是4月份什么时候发的没特别讲 4月20几号应该是App的周年庆 周年庆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宣布这样的消息 那只要第一丢出来 B一定会涨 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整 大家有机会 如果我觉得说手上要准备好子弹 到时候递出来 一定要买地 这个情况不能错过 那B的话 到底要在多少的部位放在B里面 这个大家只要斟酌 因为毕竟B的话进出是比较容易 那B本身自己递的这个涨幅的话一定会很大 那大家如果我的视频 大概你家只需关注推的加入Discord 然后订阅订阅订阅 还没有订阅就是你 请订阅订阅 把这赞给我点赞给我点赞给我 点赞给我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